多数科兴是否跟大人一样 科兴是一样的,很多人就说 伏必泰要三分一,为什么科兴就一样呢 其实伏必泰也跟大家说是一种 免疫系统反应是很强的疫苗来的 如果打过伏必泰的人都会知道 它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免疫系统反应 它是一个叫信氏核酿疫苗 打完那些人可能他的肩膀会很痛 可能会有些发烧,会很累 甚至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说 要睡在床上一段时间起不了身 它会是一个很短时间产生很强的免疫系统反应 所以来说它因应的年纪会减低剂量 但是科兴来说它是一个叫做免疫苗 相应来说它的免疫系统的反应不是很强 但是来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式 所以为什么呢 它是会打一针两针三针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打这个八日咳疫苗呢 其实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就知道了 其实八日咳疫苗呢 从出生到大概两岁我们要打六针的 是吧 就是从出生到二至三,三至四,四至五打三针 然后可能到一岁又再打多针 然后可能到岁半到六岁六针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是产生这个抗体的 这个就是灭灭疫苗的产生抗体的方法了 它是很慢慢来 另外又是循序渐进的 你可以说好处呢 就是它不会产生一个很突然间很强的免疫系统的反应 不过它亦是有效的 亦都可以慢慢保护到这个病毒感染的 所以为什么呢 这是两个病毒的分别呢 我想提一提大家那个打针的安排 因为在座当中有很多是我们的校长老师 以及很关心小朋友的家长 未来当然科兴就已经开始打的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安排你们的小朋友打科兴呢 当然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可以带你的小朋友 还有家长的同意书 就去回有超过一千个我们不同的私家医生的诊所 其实很多同事都有的 同时间当然也有些不同的医疗中心 但是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去香港不同地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打科兴疫苗 接下来政府一直在安排 会开始有一些外展队 会是去到学校里面 为到你们学校里面选择去打科兴疫苗的小学生 和中学生继续有一个接种计划 所以这方面希望各位老师校长就积极一些 可以尽快去组织多一些的学生去选择 至于復必泰 刚才关心生都有讲过的了 因为我们在阶段性 之前復必泰主要在疫苗接种中心 是提供给12到17岁的学生 当我们下降到5到11岁都可以打復必泰之后 将会在2月16号 就是新年之后两个礼拜 我们会开始有三个九龙新界和香港 各自有一个小孩专科的疫苗接种中心 里面全部负责的护士和医生 都是经过了我们悉心的统一的培训 中间我们有好的药剂师和我们专业的姑娘 去安排帮你们学校的小朋友和家长的小朋友 在这几个中心那里打针 到时教育局会安排每一班学校 逐批逐批地有专车接送 去到疫苗中心那里接种 而接种完之后 我们也会在那个地方解释过程 还有任何即时的副作用 我们会帮大家照顾的 所以千万不要担心 应该尽量争取这个机会 用不同的途径和家长合作配合 尽快安排这些小朋友打针